看老半天想說 欸這個重點到底在哪裡 直接打一個大叉 然後零分給他 因為你養狗 所以要記過 我的家獎跟我的功 是非常多的我跟你說 王玉知他以前在我們學校 是風零人物 他是檯面上的人 頭髮可以秀一下嗎 打板 嘿 沒有叫木偶的狗 只有不會叫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就是要問題在哪 大家好 歡迎收看 熊怕狗狗 今天的主題就是 我現在就帶你們來看我的母校 台北基督學樂 我念的是大傳系 就是 現在我前面站的這些人 大概都是念相關科系出身的 那為什麼他們站在旁邊 我站在這裡呢 為什麼要帶大家來這邊 看我當初唸書的地方呢 因為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養狗 甚至做訓練的 學校可以養狗 不可以養狗 要小聲一點 但我要把當年 英雄事蹟跟大家說 我先去帶大家看什麼 專搜情書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去看搜情書的地方 這跟這一集有什麼關係 這跟人際關係有關係啊 你看我現在這麼樣 受到一些些的歡迎 看一下當年 到底在學校是什麼樣子啊 好懷念的地方 看到這個位置沒有 以前呢 這位置上背後呢 都會貼上學生的名字 我來的時候呢 哎呦 這位置怎麼沒有辦法坐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好多情書喔 我都要把椅子親一親才可以坐 你剛剛有提到 熊霸之所以是熊霸 是 就是從這邊開始 對 在當兵前 其實我是怕狗不喜歡狗 因為在軍中 必須要去照顧這些狗狗 然後也開始學了軍權的訓練 那我就把 當時軍中的狗媽媽生的 一隻流浪狗 我就把它養起來了 因為我大二的時候 就去當兵了 所以回來之後 從大二開始 我就在學校養狗 然後養到我 畢業 養狗的話 學校一定要有地方 可以讓你養 因為我們其實 學校規定都是要住宿的 所以我都養在寢室裡面 我帶你們去看看 我們狗狗散步的地方 當年學校的宿舍就住這邊 當年學校的宿舍就住這邊 你看這麼好的環境 一出門就有一個大操場 而且 只有我們一隻狗在這裡散步 我跟你講 牽狗狗外出 把妹真的很方便 走 馬上引起女生撤 對啊 欸你看 真的欸 馬上欸 哇 馬上撤了 怎麼怕就是這樣騙女生的啦 當初這樣養狗 學校我沒意見 學校是不行 我每一學期呢 這個射尖都會來跟我說 玉智 因為你養狗 所以要記過 可是 我的嘉獎 跟我的功 是非常多的 我跟你說 我可以問一下 當初為什麼這麼堅持 一定要在學校養狗 因為其實我就已經做訓練了 那當然對我來說 我的狗交給家人或其他人看 我沒有辦法放心 當時我覺得我一定要自己帶著 可是因為我就在學校唸書 那學校的規定就是一定得住校 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很掙扎矛盾的事情 可是 還是得拼啦 想辦法把它拼過 那我的狗就可以在這裡 跟著我到畢業 我們還是去觀望校園 感受一下青春生活 還是我們去找主任 主任 說到主任 當年這麼一個條掰的人 到底怎麼在學校畢業的 就是有一個 鐵血主任 對 學務長 這邊 我們已經聽到了 鐵血主任 神主任 幹嘛 這就已經開始開了嗎 對啊 被嚇人 然後被嚇死我了 熊拜 這是我最 親愛 尊敬 我們的鐵血主任 黃毅之 王毅之他以前在我們學校是風靈人物 你看隨便找一本年建鬥你的東西 就是他是台面上的人 那你知道台面現在他都在幹嘛嗎 現在就是我們的鐵血主任 沒有啦 就是我們最敬愛的神主任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採訪的課 要寫採訪稿 我也很認真的去採訪 也寫了一個很認真的採訪稿 交作業 您可以講一下 你當時分數 您打了幾分呢 我跟你講 其實我到現在對他那篇稿子 我印象還很深刻 新聞稿是到三角形嘛 重點要寫在最前面 看老半天想說 這個重點到底在哪裡 後來我一看這個 哇 完全寫成正三角形格式嘛 直接打一個大差 然後零分給他送回去 我馬上去問主任為什麼我零分 說真的 到現在呢 永遠都忘不了 那個零分 其實我打零分的學生真的不太多 就是反差有點大 因為玉智他在學校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風光的人物 他每次只要一主持 就可以讓你笑到前仰後 反正是怎麼這麼厲害 有這麼多笑點 所以每次只要看是他主持 我們一定會去報到這樣 某一方面也算是他的粉絲 熊爸在學校就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只要他主持的節目 一定是全校都非常的風堂大笑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具有喜感的 一個台上的人物 我覺得熊爸成為一個訓練師 他真的是個很幸福的人 因為他在做他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想他在這一個行業的成就 真的是有原因的 他在學校人員真的很好 很多女同學都很喜歡他 所以你也搞不太清楚說 他現在到底是跟誰 這等於是我大三大四的時候 對 隨便翻你看這很多學校活動花絮 都是我 我記得我當年一年級 其實是新生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在台上表演給新生看 二年級開始除了表演之外 就是主持的活動 對 所以以前我們都覺得他會走演藝圈 你是否已經看天上旋約 看他慢慢地遠 慢慢卻 確診愛情裡的不完美 願在心裡變成感謝 Thank you 後面的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你了 Yeah 謝謝 謝謝 有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我們學校跟一般大學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們是很注重每一個學生的獨特性 所以我們是看學生他有的 而不是看他沒有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看預製的時候 其實就是看到他很願意表達 然後很願意在台上分享 然後他有這個幽默感 然後在台上有這個自信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校的特色 就是怎麼樣幫助學生 把他自己內在所有的東西 然後發揮出來 然後在一個群集的一個環境裡面 把他塑造得很健康 其實我們學校真的就像一個大家庭 你看我的這樣的個性 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應該會受到很嚴重的打壓 在我的記憶我的印象到現在 大學的這幾年的生活 真的都是最開心最棒的 我是非常以預製為榮 其實他這一路上 從喜歡狗狗 然後到要去考這個證照 特別是在日本那一段 我都覺得是非常不容易 我每次看到他訓練狗狗 我覺得好溫暖 我覺得台灣養狗界一個革新革命 我們小時候看到對狗狗都是赤賀的 畜生然後處罰打罵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玉智 他就是一個全新的對待狗狗的方式 請問你有看熊爸Google嗎 沒有 喵喵 還沒看還沒看太忙了 如果對我們學校有興趣的 就是可以上網站上去看 對 官網 然後跟我們的招生部門那個聯絡 對 現在叫做台北基督學院 是是 OK 好 謝謝我們主任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時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